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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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何处要发光 无论心如一切 人情是罪人透明 无论心是生命之道路 正观爱丁脑口 都愿进入恩典门 无论在何处要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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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的人正观爱丁脑口 都愿进入恩典门 无论在何处要发光 你要奉献一切才能去为主发光 主要勇为朝备暗死亡 只多通话已带走路 就当入荒芽 无论在何处要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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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祢借着祢的话语 让我们能够看清楚我们人生应该走的道路 也借着祢的话语 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滋润 让我们灵性得到造就 主啊我们求祢带领今天早上的聚会 求祢打开我们的眼睛 能够看出祢律法的奇妙 我们的心里非常能够可慕祢的律法 能够常常借着祢的律法 来得到智慧 求主引导求主带领 愿祢的名得到荣耀 好的 好我们来继续第九章 富家富人第九章 我们从四十九节到二十节 我们看能不能够查搞多少 第九章 前面再提到主耶稣来到世界 他改变形象 然后他医好癫痫病 那今天我们从四十九节来看 四十九节 有人奉主耶稣名赶鬼 那门徒就要禁止他们 因为他们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 他不跟从主耶稣 但是他也奉耶稣的名赶鬼 那这样到底好不好 那我们就看主耶稣怎么回答 第一个就是奉耶稣的名赶鬼 耶稣的名非常有权柄 全世界最有权柄的就是耶稣的名 那我们来看一节 那马太最后一章 那马太二十八章 那马太二十八章 一起来念 耶稣祂 耶稣今天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民的名 给他们学习 这个地方主耶稣升天以前对门徒吩咐 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 这个天上就是日光之上 也就是灵界 因为我们活在物质界跟灵界里面 所以主耶稣有灵界的权柄 那地上就是指物质界 这个权柄也都给主耶稣 所以主耶稣有管理灵界跟物质界的权柄 那因为他有权柄 所以十九节 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万民就是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人 做耶稣的门徒 然后要怎么做耶稣的门徒呢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洗礼 那这个父子圣灵 如果我们看英文 父子圣灵的名 这个名是单数的 也就是说父子圣灵只有一个名 那这个名就是耶稣 这个奉耶稣的名给人洗礼 让人罪得到赦免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主耶稣告诉门徒 他的名有权柄在灵界 有权柄在物质界 那我们现在就回到路加第九章 约翰说 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 所以确实我们在信仰生活里面 如果遇到魔鬼不晓得怎么办 信了主耶稣就知道很简单了 就是奉耶稣的名赶鬼他就走了 耶稣这个名一提出来 魔鬼就溜走 那甚至有的人晚上睡觉 觉得被魔鬼压到 一直讲讲耶稣这个名 这个名一讲出来 魔鬼就走了 所以耶稣这个名非常有权柄 那我们祷告的时候 也奉耶稣的名 因为圣经说 奉耶稣的名祷告 天上的神就要垂听 所以我们祷告很重要 这个是最有权柄的名字 那我们聚会也是一样 圣经说奉耶稣的名 有两三个人在一起聚会 神就与他们同在 所以有时候我们一个家庭里面 两三个人家庭聚会奉耶稣的名 神就与我们同在 所以耶稣这个名非常有力量 奉耶稣的名祈礼最可以得事 所以我们在受洗之后 就归属耶稣这个名字 这个大有权柄的名字 就是在耶稣大有权柄的能力的保护之下 甚至我们人的一生 最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就是为着耶稣这个名 我们来看一解 《使徒行传》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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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来念 公会的人拥从了他 便借使徒把他们打 又丰富他们不可放耶稣的名教导 就把他们释放了 他们以来公会心里欢喜 因被设施配为这名受入的 好 我们就到这里 如果我们不要看四十一节 只念四十节 那个他把他改作我 公会的人听从他 就是迦玛列的欠价 便把他们打了 他们把他改作我了 把我们打了 主耶当时有一些信徒 为着信耶稣 被抓去打 要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 然后就把我们释放了 那四十一节你会怎么写 如果没有四十一节 叫你填下去 你会怎么写 试试看 换你来填 四十一节会怎么写 我信耶稣 我去传耶稣 结果被抓去打 又这样放了 不可以传耶稣 接下去四十一节 如果圣经没有这样写 你要怎么写 你会怎么写 自己写吗 对啊 如果让你四十一节空白 让你写 你会怎么写 就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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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简单了 你会怎么写 有的就写说 从此以后我就不信了 对不对 因为我传耶稣 耶稣没有保护我 我反而被打 我会写 我会写 从此他们就转入地下 对不对 对不对 对对 转入地下还好 还是地下还是在信 对对 那还好 我可能很多人就不信 就会不信 对对 信耶稣本来是要得福气的 怎么信到被打呢 这个刮不来 代价太高 但是呢 四十一节 他们离开工会 离开工会是什么 就是他们被打的地方 然后 心理欢喜 这很特别 心理欢喜 为什么 因为配算是为这个名受入 所以耶稣这个名 就是神的名 所以因为耶稣这个名 我们活着才有意义 所以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从心里的最深处 如果我是为着耶稣的名做 我的生活就很有意义 我是为耶稣的名受苦 我是为着耶稣的名来赚钱 我是为着耶稣的名来养孩子 那这个一切都变成很有意义 那为什么人生会虚空呢 就是我们跟耶稣没有关系 我就是为我自己 对不对 为我自己 为我自己的孩子的前途 我在打拼 那我算什么 我是一个成都啊 我孩子也是成都啊 所以到最后全部都归空了 那如果为耶稣的名 就是为着神 那我们所受的苦难 那个八福里面有一苦是什么 最后一福是什么 八福 主耶稣在讲八福 受什么为什么 你看看马太 八福 马太第五章 为亦受逼后有福了 他得到什么福气 天国是他们的 为亦 这个亦就是对的事情 那亦也可以是耶稣 他是一个亦人 所以为着亦人 为着耶稣来受逼迫 这是一种福气 天国是他们的 因为到最后 神要把他们带到天国 在天国有奖赏 所以这样 我们再回来看 所以他们的心欢喜 是为耶稣的名授入 为耶稣的名授入 就会有天上的福气 不但可以得永生 而且天上有荣耀 所以四十二节 他们就每天在店里 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 传耶稣是基督 那如果被抓到 还会被抓去打 但是 那他们已经觉得没有关系 因为我能够为这个名授入 就值得 所以这四十二也就是 在圣经里面有讲 就是说 如果比如说 人家打你幼灵 你必须给他出来 给他打之类的 有关系吗 如果是为耶稣的名 就有意思 那如果不是为耶稣的名 就白打了 怎么去跟耶稣为了耶稣 什么是为耶稣的名 就是如果不是为耶稣的名 比如说 在路上 比如说 你比方 一个太太来信耶稣 回到家里 她先生把她打了嘴巴 不可以再去 跟那个田禅道一样 这样 对 那为什么被打 因为你信耶稣 这个打了就有天上的福气 多打一下天上福气 就多一点 那如果 不是为耶稣的名 两个吵架被先生打就白打 没有意思 对 所以 那养孩子也一样 你如果我养孩子 到最后是为耶稣的名 让他能够荣耀神 将来长大 能够服侍神 那养孩子就很有意义 那你如果不是为这个 不错了 在世界上你投进去 他会得很名校 什么好工作 但人生是一场戏 下台了什么都没有 到最后还是归宽 所以人活着为什么 到最后就是为耶稣的名 从心里的最深处 为着耶稣的名 所以我们再回来 福家的第九章 所以 四十九节 奉耶稣的名赶鬼 这个名很有力量 所以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洗礼奉耶稣的名 赶鬼奉耶稣的名 做一切为耶稣的名 那我们就很有意义 生活就很有意义 那主耶稣这样 这样 他的回答是什么 不是抵挡你们 就是帮助你们 所以这是我们做事情 很重要的原则 世界上有这么不同的 多的教派 我们怎么对待他呢 虽然他跟我们不同的教会 那他也去传福音 到最后就是这样 不是抵挡我们的 就是帮助 所以在非洲 你看我们还没有去传以前 已经很多的教会在传 他已经信耶稣了 但是他还不知道 赦罪的洗礼 他还不知道 得圣灵 他还不知道 守时戒 这个得救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他是帮助我们 他不是抵挡我们 就是帮助我们 但是如果抵挡我们 就不好 所以四十九节 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 要讨论 随时可以 所以我们做什么都是为耶稣的名 为着耶稣的名得到荣耀 我们在考虑很多事情就 你会发现 我们做决定就不太一样 如果不是因为耶稣的名 我们做的决定 又是另外一回事 好 那五十一节 一直到五十六节 就在讲 主耶稣来世界 最重要是要做什么 五十一节 一次念到五十六节 主耶稣来世界 最重要是要做什么 五十一到五十六 主耶稣来世界 最重要是要做什么 救大战 救人 就是主耶稣讲的 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命 乃是要救人的命 神有两个很重要的本性 哪两个 神有两个很重要的本性 这两个 缺一不可 一个是神的慈爱 一个是神的公义 这两个都很重要 如果神没有慈爱 神只有公义 那会怎样 我们都死光了 对不对 神公义就是照我们的罪来审判 我们一条一条审判 我们都死光了 那如果神只有慈爱 没有公义 那怎么办 就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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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 就没有 因为 吃爱 但是没有公义 想做什么 对 你想要做什么 就做什么 就很简单 用小孩子来讲 你只有爱他 但是没有 公义的话 小孩子就 越宠坏 宠坏 如果神只有 吃爱 没有公义的话 我们都活在罪里面 因为人都有罪性 没有公义 就会照着罪的本性 去生活 去做决定 所以神有慈爱 也有公义 但是当主耶稣来世界的时候 我们常常发现一个问题 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发现 就是旧约时代的神 好像杀很多人 所以大家就说 旧约时代的神不能信 新约时代的耶稣比较好 就信耶稣就好了 但是其实旧约时代的神 跟新约时代的主耶稣 是同一个神 神没有改变 昨日 今日 明日 永远不会改变 但是为什么旧约时代的神 好像杀很多人 新约时代 主耶稣来也没杀一个人 为什么会差这样 因为旧约时代 是律法时代 那律法本来是好的 但是人行不出来 所以律法的审判马上到 这个好像什么 你在高速公路规定你开七十五米 那你如果超过了 那警察就来就业 对不对 所以说那个 那个 Consequence 那个后果马上到 这个旧约时代 不是律法不好 你看十条界面有哪一条不好 每一条都是好的 但是人做不来 所以那个刑罚有时候马上到 那到了新约时代 恩典在前面 主耶稣来 充充满满的恩典有真理 因为神知道我们人很软弱 所以律法虽然好做不到 神就带来恩典 要帮忙解决罪的问题 所以主耶稣来 最重要要带给我们恩典 因此他说 人来不是要灭人的命 乃是救人的性命 好 那是不是主耶稣来就没有公义 他只讲慈爱 只讲恩典 不是的 主耶稣的公义在什么时候显现 比如看 我来不是要审判 乃是要拯救 但那不信的人 默示我所讲的话 要审判他 在运福音来找找看 在默示主耶稣 12章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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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念 起解我 故里受我话的人 有审判他 就是我所讲的当 在末日要审判他 因为我没有听自己讲 因为我担我来的父 已经给我用命 叫我说审了 讲什么 到这里 所以耶稣的公义慈爱 就是神的公义慈爱 没有变 现在只是慈爱在先 那如果不接受主耶稣的慈爱救恩 那末日就要审判 就好像挪亚赵方舟 那个时候人罪很大 挪亚赵方舟 第一个先给他们慈爱 进方舟你们要得救 但是他们选择吃喝嫁娶 他不进去 那不进去挪亚方舟的门 一关起来洪水来到 这就是当时世代的审判 全部都灭绝了 不是神没有给他们机会 是他们拒绝神的慈爱 所以就要面对神的公义 那将来主耶稣再来 那个审判很可怕 可怕到你没有办法想象 所以启示律里面讲非常可怕 比旧约的任何一个都可怕 比洪水还可怕 是用火来的 对 有行职的全都被火烧掉 黄金钻石全部被烧掉 主耶稣来很可怕 圣经里面说 将军父父 有权人君王 必有动态也要钻下去 因为太可怕了 所以不是新约 主耶稣来很仁慈 就没有公义不是 那个公义是留到最后 所以现在就是恩典期 恩典期要让我们来接受福音 那这个恩典期会有结束 结束公义就来了 所以我们再回来看路加 第九章 第九章 第五十一节 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 被接上升是什么时候 就是他复活以后就升天了 现在主耶稣在天上 那要复活以前呢 他要定义向耶路撒冷 这是什么意思 在耶路撒冷他被出卖 被钉十字架 死在耶路撒冷 所以主耶稣定义向耶路撒冷 这一句话本身不简单 为什么 因为他很清楚知道 到耶路撒冷会被杀 你会去吗 若果是你会去吗 不会 不会去 是不是 除非不得已被抓去 是不是 自己买票搭飞机去 被杀这个很少 但是主耶稣面向耶路撒冷 定义向耶路撒冷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到耶路撒冷 死在十字架上 人类的救恩才能够成全 这个就是爱 唯一让我们知道 有一个地方你会死 但你还是会想去 可能那个地方 可能就是去救自己的孩子 对不对 去救自己的父母 救你所爱的人 我们才会去 不然谁都不愿意去 那主耶稣知道 他会死 他还是去啊 定义 因为他要救人 然后他打发死者在前面走 就是在前面预备道路 然后到了一个撒玛利亚村庄 这个撒玛利亚就是混血 犹太人外方混血 就是表示不存的 那里的人不接待他 因为面向耶路撒冷 因为面向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当时旧约时代 圣殿的地方代表 那这个撒玛利亚人的信仰 那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就不拜 犹太人所拜的神 所以他一看到他们要面向耶路撒冷 他就不接待 这个好像说一个回教徒 如果说他要到哪里去 拜清真寺去哪里 去拜 你会打开家门给他过吗 不会 因为他拜的不是真神 那这个一样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 但是他门徒就怎么讲 你要我吩咐 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灭他们 他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他们知道 耶稣来传救世的道 所以他们不接待耶稣 不接待耶稣 他就很公义 耶稣是从天上来 不接待他应该用火烧掉 耶稣转身责备他们说 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 所以听起来很公义 但是最重要是这些门徒还没有灵敏的心 他没有灵敏这一些人 是还没有得到救恩 这些人还活在罪里面 他只有公义 他没有灵敏 所以这跟主耶稣的心不一样 主耶稣的心是要让人先得恩典 先用灵敏来带人 他是要来救人 所以有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很公义 公义很好啊 但是公义的另外一部分 很可能是我们没有灵敏的心 就这样 所以灵敏在先公义在后 对这一段五十五十一节到五十七节五十六节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想问一下就是 就是说要传 你看你有讲到 嗯 他有一个地方讲到要传 对 就是说你要传给他们 你要是没有传 等下都不见了 对 所以有一个地方讲到就是说 如果就是我们是要去传福音给人家 那如果他要是没有接受 他最后就是要得到审判 刚不是有讲到这样子吗 到第四章 等一下第十章就会 哦 不是 当然不知道我们这样换哪一天 OK 反正就是说 那你去传福音就是要让他信 所以希望有一天他 你没有信你就会被审判 那是不是说 像说如果今天我跟我阿嬷传 然后他就是不要信 所以他就会被审判 那我不如不去给他传 那就是有别的 审会按别的方式来审判他的 是这样讲的吗 没有 我知道你传给他 他 他不要信 他信了他就得救了 那有些人 他所以意思是说他如果不信 那他又被审判这样子 但是你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有些人他们 他就说我们在美国有听到这个福音 那我们来接受这个福音 那得救 但是从 从有些地方 有些地区 是完整的福音都没有 所以神当然是用他的 用别的方式来 来审判他们 那这样不如不传给他们 用别的方式来审判他们 用良心 良心有哪一个可以得救 那如果要没有得到 没有听到的福音 你这些人怎么说 你看 罗马书是说良心 你如果看十戒 十戒第一戒到第四戒 良心没有感觉 但是第五戒到第十戒 对 连没有信耶稣的人都知道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要孝敬父 不可杀人 不可犯奸 不可偷弃 不可做假件 害人 不可贪心 有哪一个人没有信耶稣 不知道这是对的 这每一条都知道 那主耶稣再往上提升 不可以恨人 这个一般人也知道啊 不可以有淫念 这个一般人也知道啊 所以即使没有信耶稣 就单单用十戒的后面六条 来审判 没有一个通得过 有谁通得过 我们是天天犯罪 真的是这样 对 所以要传福音给他 可是如果要是 那个地方都没有福音 没有福音就是啊 但人的本性啊 就是良心啊 这十戒的后面六条 我们的良心都知道应该做 但是没有做就是罪啊 就用那个六条来 用良心来审判 用那六个标准来 就全部都完了 哦 可是我想 我就想说 其实是这些人 他们是很可怜 他们没有得救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 就是 克服这些罪嘛 对 不能 虽然他知道 好不要去偷 可是他还是有时候 没办法 他们还是会偷 还是会撒谎 或是什么 可是我觉得更可怜 就是说 主耶稣已经 为他们的罪受苦了 那他的 他已经为这些人受苦 那他们没有来信 是更可惜 因为受苦的人 是主耶稣 帮他们受苦 可是他们 就是很浪费啊 好像说 今天主耶稣已经 为他每一个人的罪受苦 然后他们也 没有办法来信 那这样子是 很可怜的 我想这个好像 主耶稣也很可怜 其实好像是 今天好像是说 今天 嗯 嗯 我们 好像我们 一个人帮我们付钱 买东西都买了 那东西是靠 要我们去领 这个东西 或是这个恩典 那 有去拿钞领刀 但没有 就浪费掉 人家已经付钱 已经付了代价了 就是这样子 他就是主耶稣 就是已经 为我们死 付了一个代价了 那这个恩典 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去领 那我们 假如没有领 就已经 代价已经付了 就是 我是想要问就是 如果我要没有来美国 我根本没有接触 这个教会 那我不是很可怜吗 就是我 没有知道的 等到神叹那一天 我有 因为我现在 我有受洗 所以我有 就我有一个选择 我到底是细信 还是不细信 可是我 完全不知道的情况 他就是完全没有选择 对 所以这个就要看两方面 第一方面是神 神已经预备了神的国 在今生有公义平安喜乐 使得有天国的永生跟荣耀 所以我们能够来信 这是极大的恩典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刚刚问的就是说 那我们如果去传了 将来他不信 反而被审判了 是不是 那问题是 你没有 他没有福音 没有机会听到福音 他也会被审判 那审判是什么 那应该是神 会用他的方式 让他们听到福音 神应该会用他的方式 其实 现在没有听到福音 差不多没有 基督教到处都有 但是有一个圣经节有讲 比如说 人死在来之前 会传出福音 一直到地级 也就是说他会遍徒 所有的地方都会 让人有智慧 听到福音 但是你信不信 你求不求 可能是不是 你得到福音 对 因为那上面有写到 施洗约翰传的是悔改的道 所以现在一般基督教就传悔改的道 悔改也不信好 所以你说 我没有听过道理 但是你有没有听过人传耶稣呢 所以 所以 有一个 确定就是说 我们没有传给他 不等于他就能够逃避审判 因为良心就是他的审判 所以我们传给他是给他有一个机会得救 而不是说传给他害了他 因为将来他要照圣经的道理来审判 不是这样 你没有传给他 他还是要审判 照良心来 第五届你知道不知道 没有信耶稣你知道不知道 孝敬父母 第六届不可以杀人 不可以认人 你没有听过耶稣 但是良心知道不知道 知道 这个就是标准 所以 一样 一样都要面对审判 因为良心本身就是标准 那传了给他有一个机会 来得到福音 那就更好 这样 圣经我讲一下说 其实神离一个 每一个人都不远 所以我们教会有很多见证都说 不管是基督徒还是 不是基督徒 当他们跟神说 请你让我找到你 那就很奇妙神就让他们找到我们教会 不管他们在哪里 像我们非洲的最深入的那个 Jungle就是 那怎么讲 同灵 同灵 既然会有我们的教会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搞到有神 有派人去跟他们传给 就很奇妙 所以神其实离每一个人都不远 有些人他们在别的教会 可是他看了圣经以后 所有看到说受血 看到圣灵 他就觉得不明白 可是他就一直求神 那求神说神就带他 很奇妙的方式 就带他来到我们教会 那像澳洲有一个人 他一生一直在看这圣灵 他说祈祷我教会 他每一个教会都去看 怎么没有这些东西 有一天他开车的时候 不小心开车塞车 他开一个小路 只要开到小路就是 看到我们教会前面 十大教育 就每一个十大教育 都回答他的每一个问题 就很奇妙 他是外国人 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不要想说 我船会反而害了他 你还讲给他 到底他不听 教孩子变成标准审判他 直接要救他 因为就像说老一代的 像说我妈妈来信 像我外公更上一代 那个是我真的是 完整是没有听到的 就是说没有听到福音的 所以就不会照福音来审判他 你有没有信耶稣 你都没有机会听 那就是照良心 不可以杀人 你有没有杀人 没有 不可以恨人 你有没有恨人 我们就这样子 好 我们现在来看 第九章五十七节 这个五十七节是这样 跟从主的困难 特别是讲要服事神 但是 但是 这个其实也是在讲 要持守道理的困难 我们来看五十七节 无论你往哪里去 我们要跟从你 那太好了 是不是 因为跟从主才 到最后才可以得救 主耶稣要把我们带 从现在带到天国 所以我们要跟着他 那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要信 跟从你 那五十八节 福利有动 飞鸟有巢 人子没有放枕头的地方 这个是什么意思 生活很简单 如果我们要跟从主 特别要服事神 生活要简单 因为生活一复杂 你时间有限 精力有限 你生活一复杂 用太多时间 精力下去 就没有办法来做成功 这是比较进一步 那从 退一步来讲 信耶稣 要跟从主耶稣也一样 如果生活太复杂 很难跟从主 对不对 东西越多 烦恼越多 你有五部车子 五个烦恼 等一下这个患油 等一下那个爆胎 等一下那个 太多了 太多了 房子越大 地板吸不完 就是这样 东西越多 看起来很有福气 即使 你精力有限 真的是 会发在那里 生活越简单 你的心就越 越单纯 要来跟从主 就越 越简单 就这样 从最基本的 信仰生活 进到进一步 服侍神 生活简单 是比较好的 当然 我要享受福气 生活 过得很复杂也可以 但是 对信仰 没有正面的帮助 你看 目标如果确定 你生活 就会很简单 你看那个高中生 在考SAT 哇 那变成电视 他自己也会 如果他自己会做主的话 他也会减少 这个都会减少 位置就是要讨SAT 目标抓定 我们就知道 有怎么生活 这是第一个 所以我们的生活 不是说 看别人怎么生活 在照操 不是这样 是看我的目标是什么 那这样来决定 我要怎么生活 这样才对 那很多人 他是操别人的 因为别人有什么 所以我也有什么 那别人有什么 我没有什么 我就赶不上他 我就不够好 我就是什么 次一等 都是这样 是我要做什么 我的目标是什么 他决定我要怎么生活 那下面呢 59节 说我要跟走你 主耶稣说 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那这个 接下去 主耶稣讲的 好像有点不太合理 对 任凭死人 埋葬死人 你持管传良神国的道 为什么死人可以埋葬死人 死人如果可以起来埋葬另外一个死人 就吓死了 那为什么死人可以埋葬死人 灵性的死人 灵性上面的死人 灵性上面的死人 是哪有真正目的第上 对 灵性上的死人 那谁是灵性上的死人 没有臭死人 没有臭死都 凡是犯罪的 在灵里面都是死人 你如果看《御所述》 《御所述》的第2章第1节 《御所述》2章第1节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他叫你们活过来 凡是有罪的 在灵里面 他跟神的关系是切断的 因为神没有罪 这个叫做死在过犯罪 那主耶稣叫我们活过来 怎么活 就是受洗罪把它拿掉 罪拿掉跟神又连上关系 我们就有属灵的生命 那就是活过来 所以没有受洗的 在从圣经看来 他是活的死人 肉体是活着 但是在属灵上 他没有有生 在灵性上他是死的 所以任凭死人 第一个就是肉体活着 但是他灵性是死的 这样的人去埋葬死人 我的父亲就是死人 就是肉体死的人 那这两个都没有前途 肉体死的人 当然他没有前途 他已经死了 就开始腐烂了 但是一个灵性死的人 虽然肉体活着 这个人也没有前途 这迟早他肉体会死 所以这两个都没有前途 那你只管跟从我 那这个到底在讲什么 就是要把属灵的事情 如果有冲突的时候 要把属灵的神国的事情 看起来比地面上的事情更重要 就这样 把属灵的事情 看起来比地面上的事情还重要 那才有办法继续跟从主耶稣 那复活有两种 在洗礼的时候 洗礼的时候 罗马书说 与主同死 同埋葬同复活 第一头就是与主同死 全真入境 就是与主同埋葬 那埋葬主耶稣的宝血里面 把我们的罪洗干净了 从水里面上来 就是跟主同复活 这是第一个 灵里面的复活 那虽然我们受洗之后 我们肉体会死 但是主耶稣再来那一天 天使吹号 我们这个死的身体 要再复活改变成为灵体 这是第二次的复活 那用那个灵体到天国去 享受养生 所以亚当犯罪 神咒诅人会死 就是肉体会死 灵会死 耶稣里面 第一个灵先复活 第二个肉体复活 所以主耶稣来就是要 改变亚当的错误 好 我们再看第三个 因为 昌诗集里面 神告诉亚当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吃善恶果 你吃那一天就死了 就死了 对 所以他吃了 他就被赶出一店员 就表示他跟神的关系切断 他就没有蜀连的生命 就没有永生 那只是一个果子 对 那为什么不能吃 为什么不能吃 因为神说不能吃就不能吃 就这么简单 他怎么知道不能吃 神告诉他 神告诉他 那后来大概是他告诉 他告诉他太太 那是他太太被魔鬼说服了 他太太先吃 吃了觉得很好吃 他很爱他先生 就拿给先生吃 结果两个都死 第一个死就是跟神的关系切断 对 那第二个死圣经里面讲 亚当活到几百岁他也死 所以就两个死 是因为犯罪来的 那罪从哪里来 违背神的话就是罪 所以他第一个死可能只是零的死 对 第一个死是零的死 跟神的关系切断 第二个死就是肉 那现在主耶稣来 他把我们的罪射掉 所以在洗礼起来 我们跟神的关系就重新接上去 所以在灵里面我们就有永生 那重新接上去的证据就是你祷告会得圣灵 对 祷告会得圣灵 那第二个就是虽然我们肉体会死 教会也有伤灵 主耶稣再来会再复活 那这个就是克服第二个死 所以亚当犯罪有两个死 主耶稣来有两个复活 所以就是弥补亚当的错误 这样是不是很清楚 好 第九节 第九章 最后一节 有一个人说主我要跟从你带 容我先辞别我的家人 看起来很合理 这主耶稣怎么讲 守福礼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果 这个守福礼呢 礼是做什么 礼田 那一块田代表什么 如果你要服侍神 那一块田代表什么 代表 财产 教会 神的工作 神的工作 你如果要去参与的话 神的工作 那你在礼田的时候 眼睛要看那个田 看那个礼 看礼的值不值 正不正 有没有礼好 那守福礼向后看 那向后是看什么 你如果前面那个六十一节 这样比较起来 跟从主啊就是守福礼 要来服侍神 耕种神的果 这一块田地 那向后看 看哪里 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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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应该给家里人传福音吗 对应该 那他不是说回家辞别的时候可以说 哎呀我去跟谁住吗 然后跟他们家里人讲福音 这不是也是做工吗 对那个也是做工 这边讲人家不是这样 他这个强调不是那个 你一定要传给家人 其他部分都讲得很清楚 我们要先爱家人 就是要先传福音给家人 这个是讲 你如果守无礼 为着世俗的事情 心还留在家里面 就比较难 像我们在做圣工 你在做圣工心还在家里面 没有办法做 第九章到这里有没有什么 五十八节 五十八节 耶穌沒有放枕頭,這是形容詞 這表示他漂流不定 漂流不定 你到非洲去也是一樣 有時候他也不知道要枕頭 不知道枕頭你就自己用手當枕頭 當毛巾當枕頭 那有的知道枕頭你就有枕頭 沒有枕頭就沒有枕頭 反正照什麼情況去適應 我覺得如果你看英文的會比較清楚 這個翻譯枕頭怪怪 他只是說頭可以放的地方這樣子 對 Lay your head 我想說我們每個人都有 晚上回去修這個床 枕頭可以睡 但是主耶穌祂是祂的目的 他只有一個就是做神的職義 就是去傳福音 所以他不是說我今天做完工就要回去休息 不是,他到處走到處跑 就是找任何地方就是傳福音 所以這是為什麼說 因為主耶穌祂可憐祂們 要把握每個機會傳福音 所以去這個地方,去那個地方 可能連休息的地方都沒有 連沒有一個床都沒有 他只能說可能到最後累了 所以就隨便找個地方就休息 有屋裡有洞,廢尿有草 就是說他有一個固定的地方 但是如果我們要做聖工 你太講究生活,你沒有辦法做 對不對 有的人在家裡睡就 我一定要這個枕頭 沒有這個枕頭,我睡不著 那你怎麼去做聖工 你做聖工,帶著枕頭 也可以啦,帶著枕頭也可以 在那個聖工 我在這個時候,請出問題 你是不是要有聖工在一起 這要比方說 我覺得有一些人忙碌 神去給我們恩典 我們要去給我們恩典 去享受那個恩典 可是一方面,誰又在講說 我們就是要去傳福音藥術品 然後就有一點點矛盾 又讓享受,然後就享受 神的恩典有兩層 第一層就是便餅給人吃 生活沒有掛慮 那第二層呢 就是便貌給人看 或者用神的話 讓我們心裡得到滋潤 得到滿足 讓我們去體會神 內心感覺到那種平安跟喜樂 這是第二層的恩典 那這個第二層的恩典永遠不會變 但是第一層的恩典 有時候你為著服侍神 有時候你可以自己捨棄 就是要有彈性 當你在一個地方的時候 沒有咖啡,你就不需要咖啡 就喝水啊 對不對 那你另外一個地方有咖啡,你就喝咖啡啊 不要說我沒有咖啡不行 我要帶著咖啡到處走 這樣就被他綁住了 有彈性 好 第 九章 到這裡有沒有什麼要補充 第十章 第十章 主耶穌 拆遣門徒 兩個兩個 在前面去 傳福音 所以我們 我們在教會做聖功 也是兩個兩個 這樣最好 因為兩個有伴 那兩個人有都恩賜不一樣 有人會講道理,有人會講見證 那道理加上見證 哇,那這個 我們要跟人傳福音就 有理論也有體驗 那就很好 兩個兩個 那這個兩個兩個,另外就是 除了恩賜不同之外,另外一個就是說 一個比較軟弱,另外可以扶起他 我們在天國 神的事情上 不要單一 如果單一就很容易跌倒 不要一個人 所以主耶穌都派門徒都是兩個兩個 那派 兩個兩個 往前面去 第二節 要收的庄稼多 做工的人少 所以要求庄稼的打發工人去收他的庄稼 就是要做的工很多 像我們剛剛講的要傳福音的很多 一些朋友要跟進很多 但是能夠真的來出來做聖功人 不是很多 那怎麼辦 要禱告求神 然後 神就差遣 工人 收他的庄稼 就是說 我們向神祷告,神就會感動一些人出來做聖功 當然我們也可以去鼓勵別人來做聖功 但是 人跟人的鼓勵有時候有效 但是有時候我們跟人鼓勵,如果鼓勵太多會怎樣 壓力太大 看到你就溜了 每次看到都是 要我做這個 下一次看到要我做那個就溜了 所以有時候鼓勵有效 但是 最有效的方法還是向神祷告 那神感動人 神如果在感動人喔,你不做不行了 非常感動,晚上你不做會一直流眼淚,睡不著 你會做 而且做得很甘心 做得很樂意 所以 要求神 去收他們的庄稼 然後第3節 你們去 如同羊入狼群 所以去傳福音好像羊入狼群 這個地方沒有講,其他地方有講 羊入狼群怎麼辦 被吃掉 蛤 被吃掉 被吃掉 這是一般人想法,但是其他聖經有講 你們要靈巧如蛇 尋良像公子 靈巧像蛇 你看那個蛇 你不論在河裡面,石頭多大多小 他就 那個鳳竄來竄去竄來竄來竄去,他繼續爬 對不對 主耶穌 就是很靈巧 你看文士法利賽人 引動他要多說話 然後試著要找他的把柄 他就在法利賽人當中這樣竄來竄去 都不會發生問題 這個就是靈巧 但如果人只有靈巧沒有尋良 蛇是有毒的 只有靈巧沒有尋良,變成鬼詐 做生意人很靈巧 但是講很多謊話 為了賺錢 那尋良就是他裡面innocent 裡面沒有罪 沒有詭詐 但如果只有尋良 像鴿子也不行 會被吃掉 所以要靈巧這兩個 裡面沒有詭詐 但是有屬靈的智慧 你看那個一個婦人 被抓到 人都問耶穌要怎麼辦 那怎麼辦 他也不能回答要石頭打死 因為他沒有權品 那是在猶太 在羅馬帝國之下 他不能這樣講 他如果用石頭打死 他馬上告到政府 你看那個人說要把石頭打死 他也不能說 他不必打 如果他不必打的話 摩西的律法說 這樣的人要用石頭打 那你下一次 不能再講 所以他就很 很聰明啊 在用石頭在地上畫紙 等大家都安靜下來 安靜才能想嘛 你如果沒有安靜下來 大家就亂晃起來啦 誰沒有罪的 你可以先打 不是不要打要打 那誰沒有罪 你先打 那聖經說誰先走 啊 大家都走 對大家都走 最後只剩一個 那誰先走 誰先走 貌人 從老的先走 活得越久罪越重 那就跑掉了 不少花可以打 不少花沒有罪 那聖經說到最後都溜光了 所以主耶穌講的他也 也很公義啊 要打 但很靈巧 到最後最後婦人說 那我也不定你的罪了 你不要再犯了 但也很慈愛 這個就是靈巧 所以我猜你們如羊進狼曲 那第四節 不要戴錢狼戴口袋 不要戴邪 那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 神會感動那些人照顧他的生活 所以他就不要為著生活 被纏累住 為什麼不要問人的安呢 為什麼 有時候 有時候問人安 一問啊 有的人比較喜歡講話 一問半個鐘頭還沒有完 你是要到那個地方傳佛音 你一問安就變 慢下來 停下來 所以不是說不要關心的 問題後面找的是 你去跟別人說說 你一路 就平安 就願你那家平安 然後如果 為什麼 為什麼他會講到 就是 如果你們求的平安 臨到那家 那家就平安 都沒有臨到呢 是不是那家就會念他呢 對 如果那家人 可以得平安 平安就臨到 對 所以是不是說不可以隨便跟別人講生平安 對 所以是不是說不可以隨便跟別人講生平安 因為裡面 我們也不知道啊 你跟他祝福就不會實現 所以就好去跟我們 對 那為什麼第四節他不讓你帶鞋 難道那些門徒都幫我們找 穿口 不要戴鞋 不要戴口袋 不要戴錢袋 我覺得這個可以 鞋他應該穿在腳上吧 不要戴另外一雙嘛 就是說不要為著生活掛慮 對不對 你如果說要去傳福音 每一天都要換一套新的衣服 那大概要兩個行李 才帶得完 就是說要傳福音 要以那件事情為主 那其他次要的都可以比較簡單 那神會感動人的去照顧他 那第七節 住在家裡所喝的供給 因為工人得供價是應當的 就是說神就會感動人來接待他們 所以他們的生活就不會有 知道第七節有沒有什麼困難 這個第六節 他那個公文的部隊他說 就說if a son of peace is there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被避免解 if a son of peace 他在這邊解釋的意思是說 如果有得到平安的人 應該得到平安的人 他就會 他就會有 就是說 如果你跟他說平安 他就把他解釋的意思是 但是他的 他在這邊看見是 a son of peace a son of peace is there 中文翻译应该是可以做参考 当得平安的人 Son of Peace 可能这个人跟大家都很合目 我想说有时候我们在讲说 这个我们提及不好说雷子 Son of Thunder 意思就是说虽然他不是真的说雷的儿子 但是意思就是他脾气有这种意思 就是说Son of Peace 就是说他有这种想要有这种追求 这种和平的这种的意愿 这样子 我们今天就到第七节 那前面到这里有没有什么 那这七节最后 你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去 就在立个家住的忙还是 不要来看看地方 公民 有公民家住的一家 你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 你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 就是他可能就是说他供你吃喝 那他其实就是在为神做圣工啊 他就得福气 得恩典 对对他来说是得福气的事情 你要给他这个机会让他供你吃喝 这样的话他会得到什么福气 那是吃完这一家可以到另外一家 那不行啊 他不是说一直住在一家里面 我说到另外一家在做圣工的时候 一家要做完外卖 最后一句我们大家想想看 下一次再讨论 好 谢谢 谢谢 就是平安 就是说他愿意跟神圣工 因为这一家他有心灰性的福气 所以他说你的福气 就让这一家回家 因为他他愿意付出 他愿意进来 然后福气领到他 也愿意他 所以他做出就是很圆美的 付出然后他再为你打 就是就在讲 想说如果要像我们去 比如说像谈到应该里面 像如果我们要去别 比如比如说别的地方 然后有当地的 出一点的世界 然后你们可以坐我们的家 所以我们不可以再去选 因为有好多就朋友说 啊你不在这家住几天 那家住几天 还有房子在你家住 一直就住着 然后住到结束 然后就回来 是这个意思 这个因为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有的人生活很简单 对不对 对 那你如果这一家住一住 再跑到另外一家 生活比较水准高一点 你就变得有点 人会讲话 你觉得那一家太简单 你住乎习惯 跑到另外一家去 对不对 对那一家生活简单的人来讲 他也觉得 受伤害 受伤害 我是觉得说 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有两面 一个是做工 在这里是一个是做工的 一个是接待的 那做工 他这个目的是什么 他去那里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是传福音做工 是不是 那不是只是去坐那边 等着人家招待他而已 所以他有神拆他去的一个目的 他目的就是什么 就是传福音 他传福音 如果说 这个人是佩德的话 我想他那里就是 要传神的福音给他 而不是说 一直要传 一直要传 直到说他把他任务完成的话 我想他就是 再继续走 继续传 因为他不可能说一直在那边 但是如果他的公民有做完 也不可能说不做完 就要放在另外一家去 那你是说 他住的他家 就是只给他家传福音吗 不是只给他家传福音 只是说 他去这家的话 这家想要听 有这个 有这种 渴慕的心想要听的话 那你就要照他 像他说 这里是一个和平之子 他有这种心想要听明白 你就要有这个 你的传 你就要把这个福音讲明白 给他 你看如果使徒情传 第十章 彼得到哥尼律的家 受洗后 又请彼得住了几天 多住几天 他有时候圣经有什么问题 万一更清楚 那皮利亚 或者那个菲利比 当时菲比受洗 他也请保罗多住几天 对 因为他只要想学习更多的道理 对 那有时候他一走 就很少很少会再回来 对 所以更多的时间花在那里 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站着祷告 我们到那边祷告 结束我们的时间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